小姐 对不起 这辈子我坐了 你不是站着的吗 我刚刚在拍照 你给我包都放这儿了 我都已经坐下了 要不能换一个位置 小姐不太这样不讲道理了 还有我告诉你 我怀孕了我是个孕妇 你要跟孕妇抢座位吗 怎么了你朋友 先生 你的朋友要跟孕妇抢座位 我哪知道你是孕妇啊 再说你刚刚明明是站着呢 孕妇 不好意思 起来孕妇 换内住 明明是我先坐的 坐哪儿不都一样吗 怎么要跟孕妇去争位置呢 这是你儿子的 不好意思啊 你啊 我善了 没关系 给你喝吧 不 你去喝一点 一点都行 这个 孕妇哥哥 我昨天去街场欺你了 但是我想先 吹个头发才去嘛 你耽误了一点点时间 天上都我到了 你就已经不见了 孕妇 我跟你啊 好朋友 没有感觉的 明白吗 感觉 这个东西慢慢培育就有了嘛 吃饭培养出来的 不是感情是 敢 走吧 吃饭了 谁啊 那是谁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保镖 我要兼助女 乒乓业 你需要保镖吗 需要啊 尤其是现在我更需要 Susan 这个我的 女朋友啊 好妹妹 走吧 刚才那个女的啊 差点影响了我 很为美食的心情 怎么了 她啊非要坐咱们这个位子 我说我先来的 我包她放这儿了 她说不行 非得坐这儿 请老姐 是吧 哎哎哎哎 笑了笑了笑 不可能给你拿了呢 还行 你咋的啊 拿了拉下去 不跟这种没素质的人 下来吧 别带你 是哦 你想吃不吃冰激凌 我给你买个什么球一类的 俩球 OK 吹一波 就这样 你 赔我都可以了 你帮我分担一下 坐一会儿 OK 我来 我还去了 妈 你 想通 想通 你要想通啊 怎么办 你先等会儿 先打号报警 要走走走走走走 站住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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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宝 小宝 他把我的包里藏走了 你去哪儿啊 这个呀 不行 你包一个牛仔织我还躺 你包照片好了 你先放回照片好了 你包里有什么呀 钱和化妆品 还有呢 包 买个新东西 你给我买 我送你 不好意思先生 你女朋友的包被小偷抢走了 我妹妹去帮你追小偷了 你们等一会儿 如果我妹没回来了 就把包都还给你们朋友 你妹 那现在怎么办 你妹妹 她妹在帮你追包 所以我现在去看见她妹妹 好吗 就这样 你让超去吧 你陪我回家好吗 算了你也别去了 等一等她行不行 我现在就等我回家 好好好 回家 回家 来 等我一下 给我5秒 来 名字 不好意思 是这样 我妹妹有点任性 她不想等 但是呢 我非常感谢你们妹妹 去追这个小偷 追不追到没关系 让她打个电话给她 这是我的名片 我想当面她们道歉 我多快点 你还要准备她 要准备她 我准备她 还要准备她 你还要准备她 我准备她 你小心举手 谁想爱啊 这次比我预计时间要长一点啊 怎么了 退步了 姐 我跟小毛贼玩一会儿嘛 玩一会儿 那不是人都去哪儿了 走了 走了 不是 那 这包怎么办 送给我们了 有钱就是任性 给了一张名片 让你把包送到这个地址 冯州 别人偷了他的包 为什么让我来陪呢 这事我怎么想我都想不通 关键他又不是我女朋友 对不对你说呢 说两句 回来 跟你说话呢 什么 什么什么 我刚刚在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什么 我在说一遍 哎 走会儿 走会儿咱们让我 让我好好想一想啊 从头想去 你在哪儿是当时 旁边啊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我在给你和他介绍 还撮合你们俩 让我说我去给你买个瞧瞧 紧接着你也起立了 我马上跟你说你坐下 肥腾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是 好 既然你勇于承认错误 我帮你算一下 他那个包 史奈尔 大概两万八九 八九给你 少去了 算这两万块钱 里面还有一个钱包 大大的 大大的钱包 算得是A货买的 两千块钱 里面还有一些零用钱 谁知道他带多少钱呢 也算得两千块钱 四千 还有乱七八头 喊不郎当其他的东西 就算一千块钱 一共两万五千块钱 看待你态度还不做的情况下 从你工资里扣吧 舒服多了我一下 乔总您说完了吗 我们俩的合同里面明确地写着 我的服务对象是你 我保护的是你 乔天宇对吧 你凭不上我去保护苏子 凭不上我去看着他 大家都是男人 男人就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就这么定了 这个责任咱俩承担了五五分 怎么样 五五 一九万 什么 一九 四六 二八没得谈完 三七别再说话了 要不然 好 九五六 是吗 待会儿 三十三成两万块钱 三十是多少钱 七 七千多呢 你好 麻烦把这个包交给你乔总 谢谢 回找乔总 是一个女孩 好像有急事就走了 那个她让我把这个包交给乔总 好 你快点给我回电话 你快点给我回电话 坐那儿去 你 我 喂 包 有 嘘在 蹲哪儿工掌包头 我 为什么呀 我又不是犯人呗 为什么呀 不是 你积什么洞啊 臭流氓 宝贝女儿 在家呢 做这个干什么呀 妈咪啊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应该很快就要跟天宇哥哥结婚了 所以现在我要抓紧时间 做保养 敷面膜 我要让自己在结婚的时候 做一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新娘 女儿啊 真没有想到 天宇这么心急呀 对呀 天宇哥心急才说明他爱我嘛 阿米啊 你也不用太担心的 就算我结婚了 我也会经常地天宇哥哥一块儿 那车运动是怎么样 在这儿不太担心吗 我跟你说 我一个月就那么几天饭剑了 我今天是其中一天 我那车就停在前面 我知道你病了 我一会儿开车带你去医院 我给你检查一下你到底什么病 顺便给你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 然后紧接着你不会笑吗 我知道你这个年龄也笑不出来了 胜与了是不是 一笑全是尘儿 做个拉皮儿 好吗 好吗 我是个贱人今天 拜拜 你欢迎来 我知道你应该说谢谢 你说谢谢吗 你说谢谢吗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想你了 好 来 我 看我 好了 读完了 再来一张 我帮你修一下图啊 你要干吗 发朋友圈 我 你好好劈一下 劈着 你不要劈得瘦一点 好 我要再劈得稍微的精致一点 行 就用那个发型PPP的软件就好了 什么软件 我帮你修一下 我帮你修了 修律 我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这么神秘 你觉不觉得黎叔有点问题啊 怎么突然说起黎叔了 他有什么问题啊 昨天好又不是出事了吗 我想告诉黎叔 我想告诉黎叔 但是他 拦着我 他还是趴而出担心 那还得分什么事儿吧 行了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你别疑神疑鬼的 好吗 我疑神疑鬼 我现在很忙 他会重新识 我已经被伍执行的 我已经知道了 他在那里 在那里 继续 我找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 这把你决定了 你挺好 我找到你了 你不得一切 我找到你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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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 く�と弦に去 または やってみ fac あなたの方にフィーカリーを チャンネル登録 モクタクがありました 专访 好啊 我就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们 这样 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你直接拿一相机和录音笔 我们在红州集团门口见你 行 那你等我 乔总监 小梅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谢谢 一般这咖啡都是我自己冲的 以后就我给您冲吧 好 谢谢 这份文件帮我复印一下 以后我拿给董事长看一看 没问题 好 谢谢 好 对了 以后还是叫我Richard 好 Richard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了 好的 好 安姐 这回您可要做好一期战斗准备 干嘛啊 不就送一个采访吗 你会这么紧张干嘛 你听说红州主动给别人来采访吗 那看来 红州对我上一次 买一尊一的回馈大礼包 是相当买 我就说嘛 他花了这么多钱 在我们报社做了一年的广告 可得好好地款派 是不是 再加上我们的微博 这一下就客户的满意度就上来了 都说了 我们是新闻战士 所以不需要这种 走 人类不去 人类不去 韩老师 你会有人来接我们 我们现在队约都这么高了 变成VIP中P了 还有人来接我呢 那估计这次红州 真的是遇到大事 等着吧 是三海日报的记者朋友吧 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董事长的秘书 香丹 香丹秘书您好 你好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请这边上车 请不吝点赞 话语三千元 没说 董事长不是在大楼里吗 你现在要去哪里啊 是这样 我们周董事长 最近身体不太好 在医院里进一样 集团让我带你们 去医院见他 周董事长 他是病了 那 这条消息应该还没有 对外公布吧 是的 其实 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在医院 调氧调氧 哎 怎么回事 唉 车子发动不着了 那赶紧再调一辆 其他的社会都被企划不中用了 怎么了 段姐 臭 忙 我那车就停在前面 我知道你病了 我一会儿开车带你去医院 我给你检查一下你到底什么病 顺便给你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害犯病症 然后姐姐你不会笑吗 我知道你这个年龄也笑不出来了 胜女了是不是 一笑全是尘儿 做个拉屁儿 车坏了 送记者去医院采访咱们董事长 我刚好也要去医院看图案 我来找哪儿去 这合适吗 车不坏了 帮个包人 干什么看 我脸圈有东西吗 我不是说让你去照照镜子 如果你经常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话 你不会怀疑所有人都对你有所其论 谢谢你的建议 好 开好你的车吧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您就尽管说 好 那这件事呢 就麻烦您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那我就不送了 行 那我走了 再见 好 再见 慢走啊 来 点子 先进去 这边来干嘛 类型公事 类型公事 红州联络组会穿着你这样的场合 看来你很关注红州啊对吧 没错 没错 因为我新来的 所以我的胸团还没有做好 这样解释合理个问题 我们安姐可是刑警学员毕业的 她的眼力一流 是我们《三海日报》的招牌 也就说你们《三海日报》的人 不过文章写得好 而且各个都是警校毕业的 对不对 我们安姐可是高级记者 好 姓什么呢 和你有关系吗 她叫我 她叫是 你好 我是来接给周董事长做专访的审记者 你好 我是《三海日报》的沈安 这位是我的助手 她说她只接受沈安审记者专访 她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 沈安 这样吧她 你先在这里等我 把相机给我 好吧 我带她去 接我往哪边走 这边你去 把我收拾 好像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的 乔天宇 没好 你就是乔天宇 嗯哼 啊 你知道吗 OK 那我怎么扯过你的案件 楼下的保安已经收了 我们会叫沈安 沈安 你好像不是很愿意来做这个专访的事 为什么愿意 我只是觉得你们的安排有点奇怪 奇怪 是 好吧 是这样的 我们董事长的不轻易接受任何的 媒体专访也好 采访也好 这次能接受你的我认为 很不容易 嗯 其他媒体会演评的 真的 我不关心这些 我在爱的事 我想知道的他会不会告诉你 好吧 这样他就会告诉你 Follow me 嗯 哎 天愚 哎 天愚 姐 嗯呃 乔总 你们这是 介绍一下 三海日报的记者 安姐 哎呃 沈安 你好 我是三海日报的记者沈安 负责今天的采访 早就听说洪洲集团有一位鼎鼎有名的美女CEO 今天真是幸会 你过奖了 沈继哲 请进吧 谢谢 帅气 妈 妈 天忆跟沈继哲过来看您了 董事长 周董好 妈 妈 他们来看您了 你是谁 妈 你别闹了啊 我能是谁啊 还有别人在呢 妈 董事长 妈 你不能吃着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周姨 妈 快叫医生 走 这是什么呀 你不能吃吗 快点 你怎么了 快 看看我妈怎么了 医生快来 来 来 先扶到船上去吧 妈 妈 妈你怎么了 你看看我呀 我是丽莎妈 姐 沈继哲能在外面等我吗 我知道了 老年痴呆 这怎么可能啊 董事长的精明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他怎么可能老年痴呆 行了 别再为您的无能找借口了 爸 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突然间就犯病了 就算是老年痴呆的话 也得有一个循序奸进的过程了 但是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医院的问题 您们严重了 严重啊 严重啊 乔董 老年痴呆 实际上可以予 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是因为二次海默病 所引起的老年痴呆 第二类呢是因为经常性脑缺血 所引起的实质性的脑梗死 而造成的老年痴呆 至于周董的病因 我现在不能给你个准确的答复 但是据我对周董的了解 他是个要工作不要命的人 都这个年纪了 还重复我的工作 哪怕是机械 也有灵性性坏的时候 明明只能单三十 非要抗一百 周董你啊 为什么总跟自己的身体交直 女人哪 十个有九个都活不明白 爸别这么说 这都什么时候 爸说得也是实话吗 我发生这样的事 大家都很难过 特别是沙姐爸扁老 丽莎是我的亲侄女 周延丽 是我的亲嫂子 我能不难过吗 丽莎 不哭 不哭 有数的 不哭 矮的 这样吧 不惜借代价 请世间名义来会人 小妹呀 你这怎么采访啊 行 那我回去再说吧 姐夫 怎么样 怎么回事 你说过多少遍了 公共场合 别乱叫 哦 紫阳队 那有什么发现吗 没法我跟我说好吧 人家坚持认为 是因为精神问题导致的病 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介入 我要是告诉人家 是我小姨的抱团 我这连往哪儿渴 但我真的觉得这事很蹊跷 要不然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啊 我跟你说 红州集团的事 你不要再参与了 你看看 你是不是也觉得周姐有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 都跟你没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呢 我是记者 调查真相是我的工作 调查真相是我们的工作好不好 抓换人才是你的工作 算了 我跟你说 你不是记者 听不懂 先说就 你厉害啊 我说不过你 行了吧 还有啊 这事千万别跟妈妈跟你说 神的他们又落里边 所有的没有没了 所以你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嘛 行 那我现在有一个情况 你想不想知道啊 说 态度这么差 行 吸耳恭听 战场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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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